500名旅客在港边手中提着 大包小包行李 队伍绵延100多公尺 在港口内几乎没有什么船只 长长人楼往前移动速度非常缓慢 还有些旅客已经等到不耐烦 23号傍晚 适逢暑期旅游高峰 满满人潮全都挤在绿岛的港口边 一次天气太热 往返绿岛的四艘客轮 相继发生机械故障 只剩一艘可以再运 但业者却说这全都是一粒一修惹的祸 因为一粒一修机械材料商都没有开门 才会酿成机械材料缺乏 无法立即修船 业者只好硬着头皮赶紧调来材料 将船修好 最终还是把全速滞留的500名旅客 赶在最后一个航班前 全部载回台东 记者许录李玉涵台东报导